姑姑有钱时骂我不如她家的狗,出事了却找我借钱,我一句话怒对回去,叫她当场傻眼崩溃大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和别人不一样,自打既是我见过姑姑的次数就屈之可数,所以感情并不深,但从我父母嘴里,还是听说了一些关于我姑姑的事。 我姑姑比我爸小四岁,学习很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初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学毕业后也留在了城里,后来也是嫁给了城里人,属于在城里安家了。 至于我姑姑为什么不回来,小时候我爸一直都没告诉我,后来还是从我妈嘴里,听到了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往事。 当初为了供我姑姑上大学,家里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我爷爷奶奶更是在我姑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走遍了村里的每家每户,只为了凑够姑姑上大学的钱。 可这一举动引起了我姑姑的强烈不满,说我爷爷奶奶给她丢人了,还说这样的钱就算凑够了,她也不用。 听到这话后,我爷爷奶奶没说什么,但我爸不干了,大骂了她一顿,我姑姑才老实了一些,但也记恨上了我爸。 我爸虽然嘴上说不管我姑姑,可实际上,为了供我姑姑上大学,不惜下矿赚钱,可我姑姑并不领情,还说以后会把这笔钱还上。 五年前,连续复读了三年没考上大学的我,最终选择了去城里打工,临走时,我爸叫住了我,递过来一个包袱,说是烧给我姑姑的特产。 我爸的意思很明显,是想让我姑关照我一下,我也没说什么,毕竟即使我在年轻气盛,也明白有人帮衬,要比一个人单打独斗墙上很多。 于是我拎着包裹,拿着地址找到了我姑,结果开门的一瞬间,一条大白狗扑了出来,这让原本脸上挂着的笑容,瞬间变成了惊吓,下意识地用脚踢了上去。 傲乌被我这么一脚,那条大白狗一边叫着,一边后退,就在我重新挂上笑容后,却发现我姑阴沉着脸瞪着我,不明所以的我,还热情地和她打起了招呼,姑姑好。 结果,我姑姑嘴都没张,用鼻音嗡了一声,就连忙抱起那条大白狗,一脸心疼的样子,不停地用手抚摸那条白狗的后背,嘴里还嘟囔着。 哎呦,吓到宝贝了,不怕不怕,以前只是听说城里人把狗当作家人看待,但亲眼看到后,我还是很震惊的,因为在我们村里,狗就是用来看家护院用的,即使在喜欢,也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眼看姑姑往屋里走,我也跟进去,并随手关上了门,可就在我换鞋的时候,我姑姑全程盯着我看,手还捂住了鼻子,见我要往里走,姑姑不耐烦,用手指了指一旁的拖鞋。 摸,穿上,快穿上。 她这样的举动,让我有点尴尬,在换好拖鞋后,姑姑自顾自地走到沙发前,一屁股坐了上去,再次换来了那条白狗,一把抱在怀里。 而我姑姑丝毫没有让我坐的意思,我只好站在那里。 这时候,我姑姑再次和狗对起了话,宝贝,刚才吓到了吧? 我让她给你道歉好不好? 我以为姑姑只是随便说说的,不料下一秒就和我说,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过来给我家宝贝道歉啊。 当时,我以为我听错了,站在原地傻傻地看向我姑姑,见我不动,我姑姑提高嗓音,不耐烦地喊道,过来啊,快点给我家宝贝道歉。 确定了是和我说话后,虽然心情已经跌落到了谷底,但我也只是轻微地摇了摇头,可我姑姑却认真起来,抱着狗来到我身前,一副要逼着我道歉的样子。 实在忍不下去的我,从书包里掏出了我爸让我给他的东西,转身就往外走。 随着光当一声,我走出了他家门后,我暗自下定决心,就算以后我要饭,也不会来他家要。 可就在我出了楼道往外走的时候,我姑姑的声音再次响起,伴随他声音的,还有我爸让我捎来的那包特产,把你的破烂拿回去。 我没有说什么,默默地捡起了那包东西,快步地离开了这个让我感到恶心的地方。 时间仍然,岁月如梭,转眼五年过去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我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在我质得意满的时候。 我接到我爸的电话,问我有没有二十万,我本能问我爸干什么,毕竟现在骗子太多,不注意不行啊,结果我爸要钱并不是他用,而是我姑姑用。 一听是我姑姑用,我再次想起了五年前那天的场景,直接说没有,可我爸却和我说,他只有这一个妹妹,要是我有钱的话,尽可量地帮一帮吧。 我能做到无视我姑,但我不能无视我爸呀,就问了下我姑为什么借钱,可当我得知原因后,感到非常的无语。 我爸自然不知道实情,只是和我说我姑在搞一个项目,但我从别的途径得知了我姑家的真实情况。 我姑两口子都有着稳定的工作,收入也不错,但我姑姑和我姑父,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俩人迷上了去澳门,那结果可想而知。 几年下来,不但存款车子房子没了,还欠了很多钱,现在每天都有债主上门要钱,走投无路后找到我爸。 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更加的不能借了,因为我本身就在一家贷款公司上班,像我姑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 可我姑从我爸那里要来了我地址,直接找到了我,虽然手里拎了几样水果,但依旧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还和我说,她准备干一个项目,急缺一笔资金,问我有没有兴趣,说一年就能翻两倍。 对,对此,我不得不佩服我姑,已经火烧眉毛了,还能把谎话说得这么好。 见我不为所动,我姑翻起了白眼,说我不干算了,有的是人愿意干,可话虽这么说,但屁股却始终没离开沙发半点。 我也想投啊,但我没钱,您还是找别人吧。 这是真话,我刚首付买的房,虽然手里还有点闲钱,但那是房着不时之需的,可我姑接下来的话,让我彻底无语。 你可以拿房子做抵押呀,我认识这方面的人,我可以帮你联系。 说完再次给我画起了大饼。 他在说这话之前,我虽然对几年前的是生气,但多数还顾及点那一丝淡薄的亲情,但他这话,明显就是在坑我,那我也就没必要再给他留面子了。 直言不讳地说了他欠钱的事,被我揭穿牢底后,我姑顿时捏了下去,而我也没再惯着他,直接下了逐客令。 大侄子,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姑脸上再也没了之前的傲慢,反而一脸祈求。 说实话,我不是一个狠心的人,见他这个样子,我也心软了,可在想到他背后巨额的债务后,我不得不狠心了,因为我可不想因为他把我的未来搭进去。 我掏出两千块钱递了过去,同时说道,你走吧,就当你没我这个侄子。 他接过钱的同时还想再说什么,我直接把他推了出去,随后关上了门。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很久,但我自认我做得没错,不过还是会在某个特定时间想起我姑,想他会不会吃不上饭,会不会流落街头。 而李月的情况和上面咱们说的情况不同,她的母亲七十岁的时候向外人哭诉,我比不上女儿家的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李月对母亲真的有那么深的仇恨吗? 下面一起来听听李月的故事。 弟弟没出生之前,父母对李月多少还有一点爱? 李月毕竟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为父母的喜悦至少让他们有三分钟热度。 弟弟出生之后,李月在父母眼中,爷爷奶奶眼中,几乎成了透明人。 也只有在姥姥、姥爷眼中,李月还能感受到爱的温暖与感动。 姥姥对李月说,无论谁看不起你,你都要看得起自己。 如果连你自己也放弃了自己,你的人生才真的没救了呢? 年幼的李月不知道这句话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她只是记下了这句话。 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姥姥的这句话蕴藏着多么大的智慧。 父母从来不关注李月的成绩怎样。 有一次,李月期中考试考得特别不好,只考了第十名。 回家后,李月有好几天都睡不好觉,担心父母会问。 后来,李月期末的考试成绩都出了,父母也没想起问期中的成绩。 李月知道,是她自己想多了。 在父母的心目中,她这个女儿不过是个百事而已。 好在李月一直没有放弃自己。 从初中到高中,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高考过后,李月的成绩稳稳上了一本。 此时,父母却对她说,你是女孩子,能念到高中已经不错了。 上大学的话,学费我们是不会出的。 我们的建议是,你可以出去打工了,上大学是男孩子的事情。 你得多攒一些钱,你弟弟以后上学,结婚的钱,你都得帮帮忙。 那晚李月哭得很伤心,她不明白,难道她就不是父母的孩子吗? 为什么父母眼中只有弟弟,没有她呢? 李月唯一可以求助的人,就是姥姥、姥爷了。 后来,是他们拿出了自己的大部分积蓄,李月才得以顺利念了大学。 李月在大学期间很努力地做兼职,之后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她自己赚的。 李月见识了这个世界原来可以这么大,她能做的事情还可以有那么多。 上大学对于她来说,是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了。 也是因为上大学,李月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感谢自己,没有背叛自己。 转眼过去了十几年,李月在大城市站稳了脚跟,她有了自己的家庭。 李月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她对两个孩子都是一样的疼爱。 每每想到自己童年时的经历,李月就格外心疼女儿一些。 就连老公有时也会说,别人家都是儿子受宠,只有咱家不一样,女儿才是你的心头肉啊。 老公知道李月的童年经历了什么,这句话不过是玩笑话而已。 有时,李月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想起自己从前的那些委屈与心酸,依然会落泪。 现在,李月通过自己的努力,她想要的一切都有了。 唯有童年经历的一切,是她改变不了的。 父亲去世之后,李月很少给母亲打电话。 她已经很多年不回老家了,母亲从来不说想见她,她也不想念母亲。 听说弟弟结婚了,听说弟弟离婚了,听说母亲要帮弟弟带她的两个孩子,听说母亲现在的身体不太好。 一切的一切,都是李月听说的。 一个晚上,李月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看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电话号码,万般滋味涌上心头。 李月接起电话之后,母亲对她说,财产都给儿子,养老靠女儿,这是我的决定。 我给你弟把孩子带大了,想去你那里养老,你给我收拾一间房出来。 李月还没有说同意不同意呢,母亲那边的电话已经挂了。 一周以后,母亲自己找上门来。 李月知道,这太像母亲的做事风格了,如果母亲不这么强势,她反倒不习惯了。 李月见到母亲满头白发,想起她今年已经七十岁了。 李月坐不到赶母亲走,她就这样在女儿家住了下来。 一段时间之后,七十岁的母亲向外人哭诉,我比不上女儿家的狗。 她的意思是,李月家的狗吃的都是进口的狗粮,而她吃的不过是普通的食物,连有机的都不算。 李月哭笑不得,不过母亲一把年纪了,她也不想和母亲计较什么了。 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给母亲养老,算是她这个女儿能为母亲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吧。 庆幸李月没有放弃自己。 如果她早早放弃了自己,她的人生将是一片黑暗。 李月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 也只有自己辛苦得到的一切,才是最踏实的,才是谁也抢不走的。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相信李月仍然会是现在的选择。 接下来,请听另一则故事,噩梦之家。 我爸带了个私生女回家,她之前在学校里抢我的未婚夫,还装得一脸无辜,把我爸骗得团团转。 我给了我弟一个眼神,他吊儿郎当,笑着迎了上去。 姐姐,你眼睛真漂亮,可以挖出来送给我吗? 大姐七玉是医学博士,常年在国外进修,自从我上大学之后,我们姐弟三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团聚。 今天是个例外,因为我爸带着她跟我同龄的私生女回家了。 姐姐们好,弟弟好,我叫雪元,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叫我小元就行。 我冷笑着看着贾雪元,只见她一脸乖巧地站在我爸身后,完全看不出之前骂我是狐狸精的气势。 当初明明是她抢我未婚夫,却还倒打一耙,在学校里到处给别人说,是我抢了她的男朋友。 冤家路窄,一家人。 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她,她洋装胆怯低下了头,去拽我爸的袖子。 我爸清了清嗓子。 七玉,七夕,七阳,她是我的亲闺女,和你们一样,都是我的骨肉。 以后她认祖归宗了,你们可要好好相处。 我叫七夕,我弟叫七阳。 大姐冷漠地摘下眼镜。 爸,既然她和小夕同岁,那您当时除了小夕的母亲之外,到底交往了几个女人。 大姐是唯一一个敢反驳我们父亲的人,因为她长得和她亲生母亲美眼神似。 我爸总说,袁佩是她最爱的女人,为了营造痴情人设,她对大姐态度最宽容。 小玉,这种话,不该由你来问。 我姐沉默地看了她一眼,无声无息地十秒钟过去,我爸居然妥协了。 她甩开了贾雪原拽着她衣袖的手,主动向我道歉。 小夕,别生爸爸的气,雪原是个意外,如果不是她妈带着她找到我,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 贾雪原的脸色一白,瞬间红了眼眶。 我爸继续说,小夕,雪原的妈妈刚去世,爸爸希望你能多安慰她,听懂了吗? 又死了一个。 我和七玉七阳互相交换了眼神,从彼此眼里看出了对方的恐惧和愤怒。 我攥紧拳头,笑着点头,当然,我俩还是笑友。 以前就认识,你说对吧,贾雪原。 听到我连名待姓地喊她,贾雪原眼里出现了一丝惶恐。 我爸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给我们姐弟三人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你们姐弟在家里多交流感情,我不在家,你们多照顾他,我先回公司开会。 对,贾雪原下意识想要拉住我爸,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 他肯定是怕惹我爸厌烦。 我爸刚走,我就给了七阳一个眼神,他事不关己已在墙边脚口相堂,收到我的信号,笑着朝贾雪原走了过去。 姐姐,你的眼睛好漂亮。 贾雪原很意外,立即笑容满面。 可惜,七阳下一句话,就把他吓了个半死。 这么好看的眼睛,长在你脸上可惜了,挖出来送给我怎么样? 就当作你的见面礼。 七阳的笑容很有杀伤力,一般花季少女都会为之心动。 偏偏这样一张迷人的脸,说出了这样恐怖的话。 假雪原连话都不会说了,连连后退,摔倒在地。 我们三个站在楼梯之上俯视着他。 七阳冲我眨了下眼,我奖励似的揉了下他的头。 别吓坏你雪原姐姐,他才来第一天,还不了解家里的情况。 七阳无辜地说,没有吓他呀,我是真心地夸赞。 我期待地勾起了嘴角,我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他精神崩溃的样子了。 我爸名叫七中俊,今年五十四岁,是商界翻手云语的人物。 外界都知道他生性风流,最好的证据就是我们姐弟三人,全都不是一个妈生的。 大姐七玉比我大六岁,她的母亲是我爸原配,因病早逝。 至于我的亲妈,甚至没能嫁进七家大门,在我三岁那年卷钱跑路,再无消息。 同年,七阳的亲生母亲怀了七阳,检查失个男孩后,我爸才和她举办婚礼,她也成为我记忆里的七夫人。 可是,虽然家庭成分复杂,但有七夫人陪伴的那几年,是我童年回忆中仅有的温暖时光。 她对我和我姐视如己出,而且从小就教育七阳,作为男子汉,长大以后要保护两个姐姐。 在这一点上,七阳做得很好。 可惜,她从小就被我爸引上了邪路了,我爸鼓励她恶作剧,整天陪她看一些奇怪的恐怖电影。 七夫人去世之后,七阳扭曲刺激的喜好开始变本加厉。 我爸却乐见其成,还说,男孩子,爱好不同很正常。 晚上,贾雪原来敲我房间门,说想找我聊聊。 一进门,我就注意到她把手臂藏在身后的动作很反常。 小夕,希望你不要怪我,以前是我不懂事,既然你我是姐妹,咱们以后和平共处好不好。 我不客气地说,在我面前用不着演戏,我不管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不可能承认你这个妹妹。 贾雪原眼圈瞬间红了,情绪激动地朝我扑过来。 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接受我,我只是想有个家,我也想有父爱。 啊,她突然捂住自己的手腕,同时一把水果刀掉落在地。 我恍然大悟地鼓了鼓掌,你还挺吓得去手啊。 听到尖叫声,住在隔壁的大姐最快赶过来。 贾雪原委屈地扬起自己受伤的手腕。 姐姐,就我,小夕姐她突然拿刀刺我。 大姐手上还戴着消毒手套,面无表情地拉过贾雪原的左手,用手套抹去血字,仔细端详。 体外侧划痕更深,说明是字外向里,自己划着方便,其他人除非站在你背后环抱着你,否则办不到。 贾雪原人傻了,恐怕误以为大姐是个好拉拢的对象。 真是个傻子。 她绞尽脑汁解释,我怎么可能伤害自己,是她,大姐钉着手上的血迹。 正好,我还想问你,采点血样做实验,来我房间吧,不要浪费。 贾雪原顾不上陷害我了。 她疯狂摇头,一步步朝房门口退去。 七阳堵住了她的去路。 漂亮姐姐,你在和我解完恶作剧吗? 贾雪原又被吓得尖叫了一声。 七阳不满意地皱起眉,难听,在叫,就吓要把你毒哑。 说完,她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想法,兴奋地问我。 二姐,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 我看着贾雪原当初哭了出来,七阳一瞪眼,她赶紧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音。 我事事出声,第一天,她还不适应,让她去处理伤口吧。 贾雪原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大姐确认我没有受伤后,也回房间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七阳趴在我床上,不解地问,你想真让她留下,她会配合我们的计划吗? 就当是无聊生活里的一点乐子吧。 而且,我们只是需要有个人来牵制她的注意力。 七阳伸了个懒腰,行吧,一切听你安排,不过我很好奇,你怎么说服大姐同意你的计划的。 我神秘地伸出五根手指,七阳五百万就把她收买了。 不,是免费给她当五次抽血对象。 我和贾雪原念同一所大学,第一次见面,是在学校的迎新舞会上。 说是迎新,其实是学校里的富二代们自行举办的社交场。 没有人脉和身家背景,压哥连入场券都拿不到。 我一身璀璨奢华的晚礼服,成了全场焦点。 我的未婚夫成川跟在我身边,欣然接受着他人的夸赞。 成川,你小子好福气,能找到七夕这么美的女朋友。 我笑着配合她,成川像一个骄傲的孔雀,把我当百贱一样炫耀。 我对身边这个花瓶男毫无感情,甚至可以称得上厌恶。 我爸基于成家的地产项目,想要奋一杯羹,不顾我的意愿,谈下了这门亲事。 从小到大,我深知,服从,才是让自己轻松的办法。 成川也知道我不喜欢他,但他不在乎,他要的只是我这么一个体面的未婚妻而已。 私下里,我俩互不干涉,早早划清了楚和汉戒。 正合我意,我去休息室找老师说点事。 成川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我假装没看见他聊天矿里的网红女头像, 自得轻松地去休息区找小姐妹聊天。 小夕,你快看学校表白抢。 小姐妹把手机递给我。 一篇起码一千字的小作文,贴主控诉自己被附加千金抢了男友。 言辞激烈,隔着屏幕都能看到他声泪俱下的样子。 照片里的狗男女紧紧相拥,背景正是舞会后面的休息室。 我勾起嘴角,他说的附加千金,该不会是我吧。 小姐妹义愤填膺,拉起我要去帮我讨回公道。 我没有制止,眼泪说来就来。 舞会里的吃瓜群众也跟随我们的脚步,冲到了会场后的休息室。 门推开的瞬间,这对狗男女甚至在忘我的热吻。 成川吓得魂不守舍,强装镇定,推开了贾雪园。 小夕,你听我解释,不用我开口,自然有人为我发声。 好你个死渣男,你有小夕这么好的未婚妻,居然还敢脚踩两条船。 成川正欲辩驳,贾雪园挺身而出,挡在了他身前。 不是这样的,成川不是这种人。 我和成川真心相爱,七夕只是利用他而已。 贾雪园指着我,是他,他凭借自己的家事,硬生生拆散了我们。 我瞬间明白了贾雪园的算盘,他是想当着众人的面把成川逼到绝路,好方便自己上位。 成川显然还没看到网上的帖子,不知道自己中了贾雪园的圈套,眼看那么多人围观,他拼命冲我实眼色,想让我救他。 本来我俩就约法三章,互不干涉私生活,事情藏好,谁都不会摆到明面上来说。 可他自己阴沟里翻船,遇上了贾雪园这么个自不量力妄图上位的。 既然你们真心相爱,那我自愿退出,成川,祝你幸福。 我流着泪,平静地说完这句话后,转身离开。 正愁没办法甩掉这个花瓶楠,谢谢小绿茶送来的助攻。 众人自动为我让出了一条路,成川傻眼,赶紧上前来拉我。 小夕,小夕你听我解释。 成川慌了,为了个随便玩玩的女人,失去我这个豪门未婚妻,她亏大了。 贾雪园不依不饶抱住了成川的腰,正好帮我摆脱麻烦。 用脚想也知道,成川没和贾雪园在一起。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成家为此还特意登门道歉。 我爸趁机狠捞了一笔,合作案里的投资占比提高了十个点。 目的达到,他自然不会再逼我和成川联姻,还好言安慰了我一番。 贾雪园不死心,在学校继续散播我是第三者的消息。 欺阳想出手教训他,被我拦住。 不要在这种垃圾身上浪费时间。 贾雪园当初一番仇视富家女的言论,树敌众多, 她在学校不可能有好日子过,根本不需要我亲自动手。 欺阳咽不下这口气,转而对成川下手。 一众顽固二代聚会时,欺阳端着酒杯找上了成川。 成川哥,咱们玩个游戏。 两杯酒,一杯有毒,你随机挑,剩下一杯我来喝。 活着的人,接受另一个人的所有资产,怎么样? 欺阳拿出了两份提前你好的财产转让合同, 两份合同的甲乙方颠倒。 两份我都签了字,你赢了,只需要签个名, 我手里的股份就都是你的,赶不赶玩。 包厢里寂静无声,成川一向知道欺阳的疯癫, 当场起身要走。 你这个疯子,你爸已经敲诈了两个多亿, 你还想跟我玩命? 欺阳哪里肯放过他,轻轻松松将他制服, 腰带绑住成川的手,扒开嘴, 强行把酒灌进了他嘴里。 成川甚至来不及去卫生间, 抠着自己的嘴,当场狂吐不止, 极其狼狈,惶恐如丧家之犬。 欺阳一边拍视频,一边笑得直不起腰。 开玩笑而已,你该不会以为, 我真的要杀了你吧? 视频在圈子的各大交流群里传开, 成川得了人形喷泉的绰号, 丢人丢到了姥姥家。 欺阳疯子的名号也被坐实了。 他拿着视频来给我看, 一脸等待夸奖的表情。 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高兴, 笑容也多了几分真挚。 姐,有我在,没人能欺负到你头上。 贾雪原为了能留在这个家里, 开始疯狂地讨好我爸。 没人陪七中俊扮演父慈自孝的戏码, 贾雪原却甘之如疑, 劈了命地参与那些社交场合。 我爸对他的表现很满意, 不仅对外公开了他的身份, 还正式给他改名, 叫做七元。 圆圆很懂事, 你们三个要帮他融入这个圈子, 把你们的资源介绍给他。 大姐常年待在国外, 与世无争, 我和七阳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脉, 如今却因为七中俊一句话, 要便宜给这个小贱人。 可再不情愿, 我们也不敢忤逆七中俊的权威。 七阳气得发疯, 回到自己房间后, 徒手砸碎了酒柜玻璃。 大姐一边给他包扎, 一边冷静地说, 既然想利用他, 你们就要沉得住气。 七阳表情猙獰, 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 谁知道他在外面还有多少野种, 谁知道他还虚。 我捂住了七阳的嘴, 用眼神示意门口。 大姐轻手轻脚走到了门边, 猛地拉开门, 偷听的贾雪原直接跌进了屋里。 有了我爸撑腰, 贾雪原硬气了很多, 脸上完全没有被抓包得尴尬, 看到地上带血的纱布, 他一脸真诚地关心起了七阳。 弟弟, 你的手没事吧? 七阳没有说话, 看都没看他一眼。 我知道, 他是怕自己忍不住冲上去, 把他掐死。 贾雪原好了伤疤忘了疼, 认定七阳只会耍嘴皮子, 吓唬人而已。 我都听到了, 你们刚刚在说咱爸的坏话, 要是不想我告诉他, 你们最好对我客气一点。 他得意地说, 别以为我没看出来, 其实爸根本不喜欢你们, 不然也不会把我接回来。 我走到贾雪原跟前, 扬起手, 一巴掌落在他脸上。 咱爸, 你也配。 贾雪原捂着脸跑了出去。 我责怪七阳, 你以后说话注意。 七阳把自己肾血的伤口 掐了又掐, 才好不容易冷静。 姐,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了。 晚饭时, 七中俊坐在主座上, 贾雪原红浊眼坐在他身边。 只要我爸在家, 他就装出这副 唯唯诺诺的可怜样。 小夕, 圆圆说你打了他, 有没有这回事? 我不紧不慢, 有。 贾雪原偷看了我一眼, 发现我完全没有怕的意思, 立即添油加醋。 爸爸, 不怪二姐, 怪我, 我不小心听见了姐姐们和弟弟说话, 二姐情急之下才打了我。 她有一把话题 往我们的谈话内容上引, 七阳为了分散七中俊的注意力, 当场转头往楼上走。 小玉, 吃饭, 你去哪儿? 七玉, 不吃了, 听她说话, 反胃。 只有七玉敢这样和七中俊说话。 我和七阳, 因为心里的忌惮, 连忤逆她的能力都没有。 七中俊扭头看向我, 搓动着大拇指上的戒指。 我是不是说过, 圆圆是你们的姐妹, 不要欺负她。 我害怕地缩了缩脖子, 七阳捏住我的手, 给我鼓励。 每次她想教训我们钱, 都会做出同样的小动作。 正因为是姐妹, 所以我才要尽到姐姐的职责, 好好教育自己的妹妹,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看的不看, 这是七家的家规, 她趴在我们房间门口偷听, 这还得了。 七中俊皱起眉头, 偷听偷看, 是她最忌讳的事情。 这个家里充满了秘密, 不欢迎探秘者的到来。 眼看七中俊神情不对, 贾雪原辩解, 不是的, 我没有故意偷听, 我只是刚好路过, 你的房间在三楼, 七阳的房间在二楼, 路过, 合理吗? 贾雪原解释不过, 开始装可怜, 姐姐教训得对, 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七中俊语气里带了不悦, 记住你姐说的,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看的不看, 念你是出饭, 先饶你一次。 说完, 他叫用人布菜, 贾雪原讨好的给他加菜, 盛汤。 七中俊一直沉着脸, 贾雪原担心就这么失去宠爱, 开始卖弄成果。 宋家的小少爷, 还有孙家的二少, 最近都在对我示好。 爸爸, 您觉得我应该跟谁多接触? 七中俊终于右正眼看他, 只要你听话, 我会给你百分之五的公司股权做嫁妆。 多么善解人意的父亲, 听到股权两个字, 贾雪原眼都亮了。 他用挑衅的眼神看向我, 仿佛成了这里的女主人。 可惜, 他这份欢心没能持续太久。 谁也没想到, 不久之后, 这个家又将迎来一个怀孕的女人。 为了争夺七中俊口中的股权, 贾雪原无所不用其极, 开始在各种名利场合攀附不同的男人。 他最擅长的就是伪装无辜。 可他毕竟出来乍到, 当初在学校勾引成川的事情又被不少圈内人知道, 因而他的人缘拓展并不顺利。 尤其跟我关系交好的名媛绅士们, 更是对他嗤之以鼻。 我看着他像跳梁小丑一样, 屡屡碰壁, 却没有愉快的感觉。 这样下去, 游戏的进展太慢了。 一日清晨, 我和七玉七阳像往常一样, 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吃早饭。 七中俊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餐厅, 而是围坐在客厅的小方桌。 贾雪原端着, 厚着脸皮, 坐在了唯一的空位上。 七阳瞬间停止了咀嚼, 手里切割尖弹的餐刀, 猛然用力。 七玉冷声提醒, 你坐在了我们母亲的位置上。 七阳的妈妈在世的时候, 总是坐在这里陪我们三个吃饭, 那时候她很喜欢亲自下厨, 每天都变着花样给我们做点心。 贾雪原不以为意, 赖着不走, 那又怎样? 我只是想要加入你们, 反正她已经不在了, 氛围一时凝固。 我及时按住了七阳的手, 防止她做出过激行为。 七阳的脸上笑意全无, 眼神很利, 看着贾雪原的眼神充满杀意。 二姐, 放手。 我赶紧抱住七阳, 贾雪原, 现在滚, 还来得及。 自从有了七中郡分给她股权的承诺, 贾雪原就像是得了上方宝剑, 有恃无恐地挑衅我们。 我就不,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不等七阳动手, 大姐先一步起身, 贾雪原毫无巨异地看着她。 你, 喜欢活体实验, 房间里不仅有动物标本, 还有浸泡器官的福尔玛林贵, 我在你的笔记本里, 甚至发现了一张烧成灰的人体残骸照片, 这些东西, 你能拿出合法的来路证明吗? 七月掏出针管的手一顿, 贾雪原又转头看向七阳, 还有你, 你的恶作剧真的只是玩笑吗? 你房间的暗阁里, 藏了很多化学试剂, 还有只差装好引线的弹药, 这些东西交给警察, 会有什么结果? 七阳歪头看着她, 神情麻木冰冷。 至于你, 贾雪原指向我, 你虽然不存在危险性, 但你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 有严重的妄想症, 说不定哪天就会随便发疯伤人, 我说得没错吧? 贾雪原指高气阳地看着我们, 发现没人出声辩驳, 她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栋房子之前发生过火灾, 也许就是你们的杰作。 闻言, 七阳再也无法忍耐, 抬起手把刀向贾雪原扎去。 我死命抱住她, 贾雪原吓得跑出很远, 面对眼睛充血的七阳, 她连话都说不清楚。 七阳的母亲, 也就是我记忆里的七夫人。 正是死于那场火灾。 贾雪原确认, 七阳不会再伤害她后, 恬不知耻地说道, 我们是一家人, 只要你们肯帮助我, 我也同样会为你们保守秘密。 在我的安抚下, 七阳没有说话。 最终, 我们达成协议, 用我们的人脉资源作为交换, 而她则承诺守口如瓶。 回到房间之后, 七阳仍旧把止鼓摁得咔咔作响, 蠢货, 我想把她的嘴撕烂。 七浴看着监控画面里面的贾雪原, 低声道, 她一点也不蠢, 我怀疑, 她和我们是一样的人。 贾雪原至今都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房间, 都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她在各个房间里翻箱倒柜, 然后又小心翼翼复原现场的样子, 早已被我们尽收眼底。 我的直觉和七浴一样, 贾雪原不是胆小鬼, 也不是普通的心机表。 她是七中俊的女儿, 骨子里留着这个家族肮脏的血液。 总有一天, 她会把这些所谓证据, 当成对付我们的武器, 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 等待一场, 独属于这个扭曲家庭的好戏上演。 贾雪原如愿成为明媛圈里的新贵。 短短三个月, 贾雪原已经适应了这个家, 她越发对七中俊言听计从, 这也让七中俊对她更加偏爱。 贾雪原被蒙蔽在虚假的幸福中, 欲望飞速膨胀, 她不再满足于和我们平起平坐。 她自认为是最具实力的继承人, 为了争取更大份额的股权, 她开始暗中调查, 企图收集我们姐弟三人的犯罪证明。 我们故意把线索放置在她触手可及的地方, 看她如获至宝般, 一次次咬住我们抛出的诱饵。 但谁也没有料到, 临近春节, 七中俊带了一个怀孕的女人回家。 她把我们四个人召集在客厅, 郑重介绍了她未来的新妇人。 我和七与七阳互相交换了眼神, 从彼此的脸上, 我们看到了相同的恐惧。 而贾雪原则脸色苍白地盯着女人的肚子。 你们好, 我叫薛娇, 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相处融洽。 七中俊指明要贾雪原来照顾薛娇, 贾雪原被喊到名字的时候, 甚至忘了回应。 直到七中俊第三遍喊她, 她才恍然回神, 牵强地笑着。 没问题, 一定好好照顾薛阿姨。 薛娇年纪看上去也不过三十出头, 在她身上, 隐隐绰绰总有些欺负人的神韵。 七中俊喜欢的类型, 一直都没有变过。 相比我们三个的高度紧张, 贾雪原更多的是愤怒和胶着。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 她肚子已经带得像提球一样了吗? 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她把孩子生下来? 贾雪原煽动我们的情绪, 想借我们的手, 把财产的竞争者处理掉。 我平静地看着她, 对我们而言, 你和那个没出生的小东西, 一样碍眼, 多一个, 少一个, 差别不大。 贾雪原气地发狂。 薛娇的到来, 打破了我们姐弟三人的原定计划, 为戏剧摁下了加速键。 薛娇出车祸当晚, 我们姐弟三人在郊区的一处庄园出席宴会, 贾雪原有约会, 对象是七中郡的投资伙伴。 原本正在欢喜准备婚礼的新娘, 如今跌落山崖, 一失两命, 尸骨无存。 坐在沙发上的七中郡脸色阴沉, 贾雪原哭得梨花待雨。 她坚持说薛娇出事另有隐情, 让七中郡把我们召集起来。 薛阿姨一向不爱出门, 怎么会半夜一个人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见七中郡反应淡漠, 贾雪原继续添油加醋地边瞎话。 大姐、二姐, 我知道, 对你们来说, 我和薛阿姨都是外人, 可是, 孩子是无辜的。 没人搭理她, 她自己演得也很投入, 说着说着, 就害怕地扑倒在七中郡怀里。 爸, 我真的不是有意偷听他们说话, 可七阳说, 说我和薛阿姨的孩子都是野种, 早晚要除掉我们。 我好怕, 七中郡敷衍地抬了抬眼皮, 似乎并不在意 未婚妻和未出示孩子的死。 薛娇的死, 难道不是意外? 我们选择了沉默, 只有贾雪原不依不饶, 一口咬定是有人害死了薛娇。 七中郡会暗不明的眼神扫过每个人的脸, 最终, 他把视线锁定在了我身上。 小西, 你来说说, 这件事跟你们三个有没有关系? 七阳挡在我前面, 不动声色地掏出手机, 按下播放键。 贾雪原声嘶力竭的声音传了出来, 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把孩子生下来? 贾雪原吓得脸上血色全无, 爸, 你听我解释, 爸, 我没有, 够了。 七中郡闭上了眼睛, 长出一口气, 下一秒, 他面目猙獰, 出手掐住了贾雪原的脖子。 你为什么不听话?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七中郡太阳学处的青筋暴起, 贾雪原憋红了脸, 惊恐万分地挣扎。 我提醒过你, 不要擅作主张, 更不要自作聪明。 贾雪原翻起了白眼, 我死死抓住七阳的手臂, 似曾相识的窒息感将我竖紧, 仿佛濒死的人是我。 良久, 七中郡把贾雪原甩开, 他像破步一样软在地上, 七中郡抬手一杯凉水泼在他脸上。 等到贾雪原呛醒, 七中郡的眼神已经恢复了平静。 学骄的事就当作意外, 我不再追究,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七中郡俯手离去, 贾雪原坛贪坐在地, 没能从变故中反应过来。 我走到他身边弯下腰, 听到了吗? 他还会带女人回家, 下次动手之前, 记得干净一点。 大年三十, 薛焦头七, 房子里死气沉沉, 全然没有春节的气息。 七中郡远赴薛焦的老家, 处理他的后事, 家里只剩我们四个人。 九点刚过, 贾雪原突然给我发消息, 说他找了薛焦死亡的真相, 附加一张薛焦生前的聊天记录, 并且发了一个酒店的定位给我。 一个人来, 看着他特意强调的四个字, 我觉得好笑。 聊天记录一言假。 我立即截图, 发在了我和七玉七阳三个人的群聊里。 半小时后, 我打车来到了薛焦给我酒店。 房间里, 一个肥头大耳的中年男人, 色眯眯地看着我。 他年纪跟七中郡差不多大, 身上只围了条浴巾, 身后地毯上散落着令人作呕的道具。 七元没来, 我顿时了然, 贾雪原是想把我叫来当替死鬼。 我掏出电话, 我给他打电话。 男人拉住我的手, 夺走了我的手机。 没关系, 我认得你, 你是七家的二女儿, 你比七元还漂亮, 今晚你留下陪我, 你爸的项目招标包在我身上。 我面带微笑, 反手关上了门。 叔叔, 不如我们, 玩个游戏。 见我主动, 男人色急地抱住我, 小宝贝, 你想怎么玩? 我推开他, 慢条丝里地解开大衣腰带, 把手伸出来。 男人兴奋难耐, 乖乖地把手伸出来, 任我绑住。 我吹了声, 我吹了声口哨, 房间门又被推开。 在男人, 在男人惊恐的眼神中, 七杨举着摄像机走了进来, 我来陪你玩啊。 我关门出去, 把现场留给七杨发挥, 房间里响起杀猪般的惨叫, 但很快, 声音变弱了下去。 半小时后, 七杨一脸轻松地出来, 走, 回去找贾雪原算账, 看到我完好无损地出现, 贾雪原花容失色, 你不是去了, 七杨上前一把揪住了他的头发, 直接把他拖到了七玉的实验室门口, 七玉拿着手术刀, 已经等候多时了。 放开我,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不能动我。 是爸爸, 是他的意思, 不是我。 贾雪原失声尖叫, 七杨一脚踩在他的胸口, 死性不改, 敢把竹翼动到我姐头上, 是不是非得把你眼睛挖出来, 你才能老实? 不, 是爸爸逼我的。 贾雪原抱住七杨的脚, 他看着我, 苦苦哀求。 对不起, 二姐, 我鬼迷心窍了, 我没想害你,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救救我, 我不想去陪那些老男人睡觉, 可爸爸会不高兴, 我不敢忤逆他, 我低头俯视着他。 贾雪原崩溃地说, 明明我也是他的女儿, 可他却逼我去陪那些老男人睡觉, 为什么? 我不为所动。 七宇和七杨也同样是一副早就料到了表情, 因为类似的事情, 我们从小就一直在经历着。 七中俊伪善的嘴脸之下, 隐藏着魔鬼的行径。 七宇小时候最害怕血, 可他逼他选择了外科医学这条路, 看他在痛苦中逐渐变得麻木。 七杨五岁以前胆子很小, 他就强迫他看那些惊悚诡异的恐怖片, 经常把他关在幽暗的小黑屋里。 至于我, 我一向很听话, 正是因为听话, 七中俊没能从我身上体验到控制的快乐。 直到他发现我在偷偷写日记, 记录他的暴行, 他就把我送去了精神病院。 在那里, 我说真话, 却没人相信, 还被认定存在妄想症状。 七中俊体验到了新的乐趣, 他逼我吃药, 能把正常人吃成疯子的药, 等到我恢复清醒, 再把我失态时的录像放给我看。 听话, 你们要听话。 这句话犹如地狱传音, 成了我们姐弟三人命运中的诅咒。 七玉质问, 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贾雪原, 你可以一走了之, 你没有非要留下的理由。 贾雪原不说话了。 我问他, 蒋娇是不是你杀的? 半晌后, 贾雪原闭上眼, 没有回答。 七阳拍下了那人的不雅视频, 对方害怕丑闻暴露, 选择了稀释宁人。 贾雪原的反叛行为惹怒了七中俊, 他开始变本加厉, 折磨这个不听话的孩子。 贾雪原夜不归宿的次数越来越多, 身上也总是出现莫名的伤痕。 不知道贾雪原会不会后悔。 他一门心思进入豪门, 那里居然是这样黑暗的深渊。 一天夜里, 七中俊以优秀企业家的身份, 去外地参加慈善活动, 贾雪原以七中俊的名义, 把我们叫到了负一楼书房。 七阳为我们准备了消毒手套, 你们觉得他今天是来宣战, 还是想求助? 我说, 也许他只是想求证一些猜想。 负一楼书房的大门与众不同, 进门必须要输入两道验证口令。 这么多年, 只有在七中俊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进出这间房间。 书房的墙上挂着许多装表精美的油画, 这是七中俊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 他经常把我们叫到这里, 陪他一起欣赏这些画作。 这是和七中俊最轻松的一种相处方式, 虽然书房里环境阴森, 令人很不舒服, 但也好过变态的精神折磨。 我抬手敲门, 贾雪原隔了好一会儿, 才把门打开。 他看到我们三个居然都戴着手套, 瞬间警觉。 七阳摸出一根香烟叼在嘴边, 还没点火, 贾雪原立即制止了他。 爸爸不喜欢烟味, 你怎么能在屋里抽烟? 短短几天, 他就又成了七中俊听话的女儿。 七阳挑眉, 意外配合地把烟装回了烟盒里。 似乎爸爸两个字, 对每个人都有绝对的约束力。 我开门见山道, 不要浪费时间, 叫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贾雪原拿出提前准备好的三个文件夹, 摆在了桌上。 翻开手里的文件, 里面是关于我的详细信息, 有我的精神病史和治疗方案。 贾雪原说, 这些东西, 虽然不能构成你们杀人的直接证据, 但随便一件说出去都会是惊天丑闻。 你又想要用这些沉芝麻烂骨子的破事 要挟我们什么? 我要你们证明我不是杀害血焦的凶手。 我, 你自己杀没杀人,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贾雪原的眼神里, 多了一抹我们熟悉的阴暗。 我提示, 还是你觉得, 在你动手之前, 他就已经没命了。 贾雪原点了点头, 文言, 七阳翻看文件的手一顿, 真的不是你杀的。 贾雪原语气坚定地重复道, 不是, 但爸爸手里掌握了我满凶杀人的证据, 所以他才胁迫我, 我必须要找到真正的凶手, 为自己洗脱罪名。 七玉和上了档案, 冷静地说, 谢谢你的坦诚, 但你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 贾雪原没有反驳, 七阳伸出食指在他眼前晃了晃, 友情提示, 有人见到薛娇的尸体了吗? 贾雪原愣了愣, 他被撞到山崖下面, 摔得四分五裂, 怎么会? 七玉街上, 如果尸体损毁严重, 残骸撞击度高, 内脏破裂, 法医就无法精准鉴定致命伤, 也不能断定准确死因, 哪怕被扔下去的本来就是一具尸体, 也很难被甄别。 贾雪原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用手撑了一下桌面防止半倒。 我掏出手帕, 贴心地帮他擦掉了留在桌上的指纹。 你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你找到的这些资料里, 明确记录了我得病的病因, 谈话记录里, 我多次提到过七中菌杀七成瘾, 医生认定我有妄想症, 但这都是真的。 你偷偷摸摸把我们叫到这里, 是因为你想验证自己的猜想, 你应该已经把这里翻了个遍, 万一猜错, 事后还能把偷进书房的责任推给我们, 对吗? 七阳停时根本没有抽烟的习惯, 掏出烟来只是为了试探他的反应。 他阻止他抽烟, 是害怕流下烟味, 被七中菌发现有人来过。 你为什么知道这里的密码? 贾雪原看着我擦桌子的动作, 脸色苍白, 嘴硬道, 是爸爸告诉我, 他禁止任何人擅自进入这道门, 每次进出之后, 他都会重新设置密码。 我猜你在门锁上做了手脚, 所以上次他离开之后, 门没有关上。 这种把戏和我在酒店使用的一样, 只是没想到贾雪原有那么大的胆子, 敢在七中菌眼皮底下动手。 齐阳用诱哄的口吻说道, 说吧, 说出你的猜想, 你费尽心思地挖掘这个家的秘密, 就连我姐的日记都看了, 你一定还有其他收获。 贾雪原疯狂摇头, 我的日记里, 记录的全都是七中菌的恶行, 我写他如何体罚我们, 又如何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害怕的事情。 我咄咄逼人, 看着贾雪原的眼睛说道, 你妈妈去世之后, 你见过她的尸体吗? 七中菌的每一任妻子, 都死无全尸, 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贾雪原开始叫骂,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们的话, 你们三个都是疯子。 我妈是游泳时溺水, 意外去世的, 你们一定是想把我吓跑, 我才不会相信鬼话。 她一边喊着我不信, 一边疯了一样, 逃出了书房。 大姐思索着什么, 你们觉得她是不是在说谎? 她看过了小夕的日记, 故意引导我们把薛娇的死 和七中菌联系起来, 毕竟七中菌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孩子, 这一次为什么会对怀孕的薛娇下手? 七阳, 也许她的欲望升级, 又或者向毒瘾发作, 她已经忍不到那个孩子出事了。 更何况, 我们活着, 彼死了也强不到哪里去? 薛娇所谓的不相信, 也不过是逃避现实而已。 若是没有怀疑的种子, 她又何必大费周章, 把我们召集到一起, 当面对质。 我们没有放过在书房里 寻找证据的机会, 然而一番搜寻下来, 却一无所获。 油画里的贵妇人像, 仿佛在凝视着我们。 当晚, 我吃了比平时双倍剂量的安眠药, 勉强睡去。 梦里, 我又一次回忆起了欺夫人。 欺夫人是个温柔的女人, 她短暂地陪伴我的那几年, 是我人生中罕见的幸福时光。 欺夫人刚来到家里的时候, 大姐欺欲极度抗拒, 甚至拿刀对着她, 对她恶语相向。 可欺夫人没有放弃对大姐的关心, 为了照顾我们三个小孩, 欺夫人放弃了工作, 全心全意地当起了家庭主妇, 她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和我们的相处上。 但无论她如何努力, 都没能让大姐接受她, 对此, 欺夫人时常感到自责。 单纯善良的她以为, 大姐的只是不能接受有人接替她母亲的位置。 可欺夫人出事那天, 大姐哭得比谁都要惨烈, 以至最后被救护车拉走。 如果你早点离开我们, 就不会出事了。 梦的最后, 我和欺阳被锁在院子里, 无助地看着火蛇从二楼窗口蔓延而出。 因为不听话, 我和欺阳被拴在了院子里的狗窝旁, 亲眼看着火势越来越大, 却无法挽救, 哭哑了嗓子, 也没有人来。 那么多年过去, 我们都没能找到七中郡纵火的证据, 我从梦中惊醒, 崩溃地跑去了欺阳房间。 我又梦见了湿火那天, 我害怕地躲进了欺阳怀里。 我们一起经历过亲眼看到母亲被火烧死, 却无能为力地绝望。 欺阳安慰我, 快了, 很快就能为我们的妈妈报仇了。 七中郡的公司周年庆, 宴会邀请了众多商界名流出席。 贾雪原失踪了近一个星期, 我们以为他接受不了真相, 逃之夭夭了, 可今晚他却出现在了公众视线里, 光鲜亮丽地挽着七中郡的手臂, 像没事人一样, 谈笑应酬。 宴会开始, 贾雪原特意坐在了我旁边, 小人得志的嘴脸令人作呕。 是不是很惊讶? 我居然没被你们吓跑。 我没说话, 贾雪原得意地笑。 爸爸已经知道了, 你们污蔑他是杀人犯, 等着被扫地出门吧。 今晚, 我要让你们知道, 排挤我的下场是什么。 我精神一领, 聚光灯投射, 七中郡正站在主席台上, 郑重发言, 今晚有一件大事要公布。 我宣布, 小女七元将成为我公司股权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此语一出, 引起轩然大波。 这个疯女人, 为了钱, 她居然选择无视真相。 媒体, 镜头, 疯狂抓拍着我们三姐弟的表情, 我强忍着眩运感, 在七阳的保护下离开了现场。 没等我们回到家, 警车就在半路拦下了我们。 七玉女士, 你涉嫌故意杀人, 你现在是薛娇死亡案的嫌疑人, 现在我们依法将你拘留, 请配合工作。 事发突然, 我和七阳无法违抗警察, 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姐 被带上了警车。 我稳住七阳, 不要慌, 先联系律师, 按原计划进行。 就在我们这集盲荒联系律师的时候, 七家今晚第三次登上了热搜。 先是贾雪原, 成为七中郡继承人的重磅炸弹, 紧接着又爆出了七玉涉嫌谋杀削娇的丑闻。 然而这一次, 七是未来继承人, 公布继承权当夜, 离其跳楼身亡。 贾雪原从酒店十九层天台一跃而下, 网上视频疯传, 清晰可见, 他是自己跳下去的。 一小时前, 至高气阳挑衅我的人, 如今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贾雪原得到了他最想要的继承权, 没有理由自杀。 除非有彼此更难以接受的事情摆在了他面前。 我难难道, 如果他相信我们, 起码不会死。 七阳拉住了我的手。 姐, 你后悔吗? 不后悔。 如果最后, 我和他同归于尽,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我们三个, 起码要活一个。 要死一起死, 要活一起活。 茫茫夜空下, 黑暗没有边际, 未知风暴来临前, 我反而冷静了下来。 死亡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 黑暗淹没光明, 罪行藏匿无踪。 回家之后, 七中俊已经在餐厅里摆好了宴席。 他没有开灯, 只点了两只蜡烛, 投影瓶已经落了下来, 放映机也已经准备好。 七中俊坐在主位之上, 示意我们落座。 他还那么年轻, 可惜了。 七中俊喝了口红酒, 心情不错地挑了下眉, 完全没有看出哪里可惜。 你们姐弟从小就恨我, 可如果不是我锻炼了你们, 你们又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心脏, 来面对今晚这样精彩分成的盛况。 七中俊关掉了, 按下了播放键。 看完这个, 你们会很感谢我。 放映机开始播放, 假雪原跳楼之前的独白。 视频里, 假雪原光着脚, 站在天台边。 七遇, 对不起, 我不该污蔑你, 买凶杀人的人是我, 薛娇的死是我一手促成的。 爸爸, 我错了, 我不该栽赃嫁祸给你, 更不该害死你的孩子, 求你原谅我。 视频戛然而止, 七中俊捏着播放器, 只要有这个视频, 你们的姐姐就能安然无恙地回来。 我冷笑, 那你直接交给警察就可以, 何必要展示给我们看? 七中俊失望地看着我, 是你们害死了圆圆, 又何必一副兴尸问罪的样子看我? 本来我把他带回来, 是想当礼物送给你们的。 有个捉弄的对象, 是件多么有趣的事情, 可你们居然被他抓住了把柄, 实在是让我失望。 他跑来告诉我, 你们一直在搜集我的犯罪证明, 你们居然会蠢到把这种事情告诉一个外人。 看到我和七阳麻木灰暗的表情, 七中俊觉得十分有趣。 很久没看到你们脸上露出这种可爱的表情了, 真是怀念, 小时候的你们比现在可爱多了。 我早就说过, 没有人会相信你们, 只要拿不出我杀害你们妈妈的证据, 别人就会以为你们是疯子, 是神经病。 我的指甲嵌进肉里, 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你用什么办法逼他跳了楼? 七中俊兴奋地搓了搓手, 他迫不及待想要找听众炫耀自己的变态行径。 啊,很简单, 我把他妈溺水的照片拿给他看, 他就承受不住跳了下去。 我大脑一片混乱, 视线开始重影, 模糊。 七中俊眼里透露着扭曲的光芒, 坦言自己犯下的罪行。 当初我只是告诉他, 如果他是孤身一人, 我就有理由不得不照顾他, 他乖乖地和他妈切断了联系。 如果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贾雪原一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临死之前, 他发现我们没有骗他, 他一直以来逃避的真相就是这么残忍。 七阳咆哮, 既然你那么喜欢那个变态, 为什么还要逼死他? 七中俊不满地放下了手里的酒杯, 逼死他的人不是我, 是你们, 如果你们没有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他, 他就不用去死。 更何况, 他还杀了我一个没出生的孩子, 要知道, 我对一个单纯地像白纸的孩子, 期待了很久, 只是我很意外, 他居然还敢把满胸的事情栽赃给小玉, 某种层面上看, 他反倒是很像我。 七中俊举起酒杯, 扰乱秩序的人已经消失了, 我们还会继续像原来一样生活, 只是你们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一点代价, 没有惩罚, 你们不会记住教训。 七中俊端起来他慈父的嘴脸, 小羊, 用你藏在口袋里的刀, 挖掉你姐姐的眼睛。 我记得这是你的主意, 现在, 给你这个机会。 七羊没有动, 七中俊摇了摇头,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随后, 他跳转视频, 屏幕上开始播放一段恐怖视频, 还没等视频画面有所进展, 但听见声音, 七羊就已经开始浑身发抖。 这是七中俊用来训练七羊的道具, 无数个夜晚, 七羊都被关在封闭房间里, 和这支视频作伴。 七中俊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意, 动手吧, 不然你们的姐姐下半辈子就要在牢里度过了。 可我笑得比他更大声, 如果你刚才的这番言论被直播出去, 会怎么样? 七中俊不屑一顾地冷哼, 整栋房子都已经开启了信号屏蔽仪, 你的手机就是块废铁, 你以为我会让你把录音笔带出去? 我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警用无线对讲机, 那你觉得, 这个可以吗? 七中俊说错了一点, 七羊被警察带走, 不是因为假雪园栽赃嫁祸, 而是我们主动报了警。 警察冲进门把七中俊制服的那一刻, 七羊和我双双瘫倒在地, 相拥而泣。 他的手鲜血淋漓, 为了不伤害我, 他一直握着刀刃让自己保持清醒。 结束, 一切都结束了。 从假雪园来到这个家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知道, 七中俊一定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过去的案件年代久远, 证据很可能已经被七中俊销毁, 假雪园的出现是一个新的突破口。 我们故意把七中俊犯罪的线索留给假雪园, 他发现之后, 选择了视而不见, 非但没有报警, 反而越发讨好七中俊。 从那时起, 我就明白, 假雪园骨子里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 只是我们没想到, 他居然真的是杀害薛娇的凶手。 现在想来, 也正因为假雪园知道, 杀害薛娇的人不是七中俊, 他才笃定我们控诉七中俊的说法, 不过是在吓唬他。 至于七中俊拿他买凶杀人的证据威胁他的话, 或许只是他为了博取同情, 胡编乱造的谎言。 事实如何, 无从知晓。 宴会之上, 假雪园告诉我, 他揭发了我们暗中搜集犯罪证据的事, 我就知道, 七中俊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我们按照约定好的计划, 把大姐送进警局保护起来, 并且告诉警察, 今晚可能还会有被害者出现, 恳求他们能够给予支援。 空口无凭, 警方刚开始并不相信, 可假雪园坠楼事件的发生, 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 警方立即迅速组织警力, 埋伏了在了别墅周围。 通过搜证, 他们在地下一路的书房里发现了七中俊杀人的罪证。 那些油画撕开之后, 家层里藏着他杀人之后拍摄的死者照片。 我们被带去警局, 做了整整一夜的笔录。 七语口述, 我的亲生母亲对外声称病逝, 其实是服药自杀, 没有遗书, 没有征兆, 她死的前一天, 还答应要陪我去儿童公园玩。 至于小西的妈妈, 生下她便不见了踪影, 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应该也已经遇害了。 七阳的母亲, 死于火灾, 可那场大火不是意外, 是有七中俊故意纵火。 从警局出来的时候, 我三个人手拉着手, 不顾路人异样的眼神, 自意地在街道上奔跑。 我泪眼模糊地说, 姐, 我还欠你五次抽血, 什么时候需要? 七阳撸起袖子, 我也可以, 随便抽。 七阳流着泪笑了起来, 不用了, 我以后不打算再碰手术刀, 再也不碰了, 生活总要有些改变, 对吧? 七阳抹了一把泪, 举起裹着厚重纱布的手, 表示决心。 对, 我们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都支持, 我紧随其后, 我也是。 我们用泪水向过去告别, 用笑容迎接心声。 我第一次从七阳的脸上, 看到鲜活的激动。 你们看, 东方破晓, 黎明将至。